今天这个故事啊不应该从刘汉讲起了 但是呢是汉哥呀帮助了北京的一个大哥家带了解决问题 那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时在成都啊有这么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呢人成夜九闷长得也是非常漂亮 你看凭对自己的姿色当时呢 在成都许多大员呢都拜在她的这个石榴巡下了 在成都呢开了一下也就凤凤九天的娱乐城 那你看她这么讲干啥呢她就得学啥 当时呢这个夜九闷的老公啊黄健在成都啊 也是小有名气的一个流氓的 那么你看呢当时啊这个黄健呢就来到北京 出差的时候啊她到这块北京之后呢 发现北京的娱乐场所生意啊普遍要比她的好 当时她就来到一家娱乐会所 这个娱乐会所叫红武夜总会 也就是北京家带大哥好朋友陈鸿开的夜总会 那你看在这个夜总会玩的时候 这个黄健呢跟首席的兄弟 哎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红武夜总会里边的女孩啊 普遍要比她丰武九天里边的女孩呢会来事 而且呢颜值也要高身材也要好 所以说呢她知道啊 哎这个北京这个夜总会这女孩都这么漂亮 你说你这个生意能不好吗 那你看这边黄健呢在这个夜总会啊 待了四五天就认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呢就是这些女孩里边的大姐大 咱们俗称的啊这个大姐 那你看呢这个女孩呢叫苗妹 这一来二续的每天黄健来啊 都给这个苗妹打个一千两千的小费 那你看在零几年呢这已经啊是大款了 这个苗妹一来就跟那个黄老板呢就熟悉了 随后呢这黄老板呢这一天呢就跟苗妹说了 说苗妹你看我呀在这个成都呢 也开了这么一家夜总会叫凤五九天 然后呢我那里边的待遇要比这好 你在这干能赚多少钱 苗妹说黄哥我在这个一个月能拿一万 那零几年呢那已经熟悉 哎那个高薪了 这边啊这黄老板直接就说了 说苗妹你这样你看你呢能不能跟我到成都去啊 到我那里边去工作 然后呢你把你这些小姐妹也给我带着 然后到那里边呢我要你当领班的 你就不用再出台了对不对 然后呢每个月我要你给你保底两万的工资 这苗妹这边一看黄哥你看我在这干的挺好的 往上去去他不不太合适吗 哎呀妹子那人往高处走随往低处流对不对 你到那块我给你每个月工资两万 你这样吧我今天晚上我有事 我得就回到成都了 我给你留个名片 你想好了你给我打个电话 然后呢你把那些女孩也给我带起 然后每个月给你拿提成还不行吗 这苗妹这边一看说行 那黄哥那我考虑考虑吧 随后呢这当时这个黄老板呢就回到成都了 那你他把这个事啊就跟叶九妹说了 那叶九妹说那行呢对不对 那你看对不对有了好汉的女孩才能招男人 男人来了才能消费 那消费了生意才能好 就这样当天晚上在这个宿舍里边啊 那你看这个苗妹就跟那些小姐妹们说了 说你看我那个黄哥呀 他也是干这玩的 到那会咱们的公司翻倍 我不知道兄弟姐妹们 你们有没有这个意思呀 这里边的几个小姐妹啊 你看这边也听苗妹说 也知道苗妹呢 哎心眼特别多 然后呢也能够帮那个大款 直接就说了说苗姐你到哪 我们就跟你到哪去还不行吗 那苗妹说行那这样啊 还有三天呢咱们就开支 开完公司了咱们就走 那行就这样 当时啊在这个苗妹呢还有一个好朋友 就是呢这个叫翠芬的这么一个小女孩 这个翠芬呢长得颜值并不高 苗妹准备走之后啊 也把这个翠芬给带着 就跟那个翠芬说了 这翠芬就说了苗姐 那我就不去了 对不对 那你看你们长得都漂亮 个子又高 你们到那块啊 那肯定呢 是不是能赚到钱 那我在这块啊 我就不去了 最好最起码这块啊 还有几个退休的老头 对不对 每个月一退休了 还能来找找我 那我到那块都没有人找我 我就不去了 这苗妹就说那行 那你不去啊就不去吧 就赠你 那你看开完工资之后啊 这苗妹他们呢 直接啊 连这个行李都没有 把衣服收拾收拾 那你看就离开这个北京 准备啊 去投奔这个黄老板来 那你看呢 这红屋街总会呢 也靠苗妹这些个女孩 那支撑着你 这一天呢 这晚上来了许多许多的客人 对吧 那你看呢 都还是 还是开始喊了个苗妹他们 那当时这红屋街总会 老板陈红啊 就让这个领班 赶紧叫苗妹他们啊 换完状赶紧出来 那你看一到这个宿舍之后 发现没人了 这当时啊 这一看这不慌了吗 怎么这一个人都没有了啊 这行李下都没有 衣服全拿走了 几忙啊就回来 说红姐好像是坏事的 这陈红一听 说咋的了 说你看那个房间里边啊 那人都没有了啊 那些女孩啊 把衣服都拿走了 这陈红这边看 怎么走了呢啊 你给苗妹打个电话 那行 那你看随后把电话 打给苗妹 这苗妹就关机了 这陈红这边一看 这不跑了吗啊 赶紧回到宿舍 那你看到宿舍里边啊 这翠芬搁着 这红姐就问这个翠芬咋 这翠芬先说 我不知道啊 但是翠芬她是个农村孩子 她一撒谎啊 她脸红 这红姐发现翠芬可能是知道 在仔细的追问之下啊 才知道这个苗妹将这些女孩啊 全部给带到哪儿去了 全部给带到成都了 这红姐当时给气坏了 这红姐这边一看 说你苗妹啊 你这臭娘外啊 你妈得自己走可以吧 对不对 你把我的女孩给带走了 你这不让我这个厂子黄吗 这当时啊 可把红姐给气坏了 那你看就在这个时候 这当时这红姐啊 又问这个翠芬 说有苗妹有没有别的电话呢 哎 当时啊 就说我没有 我只知道我这个苗姐 到那个四川成都 有个老板叫这个黄健 但是呢 他这个娱乐场所啊 好像是到凤五九天 好像是去他那 这当时这个时候啊 这谁呢 这陈红啊 在苗妹这个 这个床上 发现一张名片 这个名片呢 就是那个黄老板 红姐把电话呢 就打给黄老板了 在电话里边啊 就跟这个黄老板吵了起来了 那你看红姐当时啊 就找到了北京的家带 那你看家带 能不能将苗妹他给捞回来呢 汉哥和周公子 在这个故事里边 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老弟啊 下集给你讲述